是求S的平方加S加1除2的S的三次方加4S平方加3S加1的商市及余市分别是多少 那我们要复习一下多项市的除法运算 这边要介绍的是直市的运算 那直市的运算跟我们之前学的是一样的 蓝色的部分放的就是被除市 那红色部分放的是除市 最上面绿色的部分放的是商市 最底下的话紫色的部分放的是余市 那我们要除到哪一步就结束了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余市跟除市的关系 如果今天是整除的话余市除到会等于0 如果今天不整除的话 我们除到的是余市的次数 只要小于除市的次数就好 所以这边写degre余市小于degre的除市 由以上的观念之后我们再回去看题目 但是大家特别注意哦 题目是S的平方加S加1除2的S的三次方 加4X平方加3X加1 注意是除而不是除以 如果今天题目是除的话 代表说除的后面这个市值的话 是被除市 除的前面这个是什么 除市 所以我就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2的S的三次方 加4X平方加3X加1的系数写下 所以这边写2加4加3加1 那我们这边用的方法是分离系数法 所以这边的话我一样取系数出来 所以写1加1加1方除市 那接下来就是运算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2加1加1这边的话 为什么还要继续除 如果它今天是余市的话 代表它是什么 2S平方加S加1 它是一个二次市 可是除市的话是什么 S平方加S加1 它也是二次市 那我们刚才是不是说过 我要除到什么 如果它今天是不整除的话 是不是余市的次数 要小于除市的次数 那今天目前都是二次 不行 所以我要继续除 所以这边还要再写 加2的原因是因为 2加2加2 然后上面的市值 然后下面的市值 会是 负1-1 代表是负S-1 那这时候负S-1是一次市 然后除市是二次市 一次市的话 次数是1对不对 然后二次市的次数是2 所以我真的有小于它 所以我除掉是负S-1 那负S-1代表是余市 那上市市最上面是2S加2